主料,豆渣200克,油麦菜叶100克,鸡蛋两个,辅量,油,盐,味精,胡椒粉,荔枝,小麦粉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打豆浆剩余的豆腐渣,油麦菜叶子,将油麦菜叶切碎,与豆渣,鸡蛋同放一个容器里,加小麦粉,盐,味精,胡椒粉搅拌, 搅拌好的饼糊,电饼称通电,加油并凸均匀,自制容器置于饼称中,将面糊倒入容器里,带饼基本成型后撤出容器,再做另一个,饼称摆满后,将蛋盖盖上煎,煎五,六分钟后将饼翻身,盖上蛋盖继续煎,再煎五,六分钟饼就可以出蛋了,配上食粒水果,作为早餐食用,很享受的, 烹饭技巧,饼的盐制时间硬是饼的厚度而尽,饼扣煎的时间就长些,讽则,反之,饼熟了就可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